大家好 我是陈寗 今天 我们要来聊聊 就是达里的蓝牙耳机 就是他 达里的 IO6 这个呢 其实早就拿出来了 但是 因为从公司拿过来 所以我们又可以在体验是开箱的乐趣 他其实打开呢 跟其他耳机差不多 先开 然后裡面有附一个袋子 不过呢 第一次拿到的时候 最意外的就是他的袋子居然是牛仔布 为什么 达里不是一个丹麦品牌 为什么他会选牛仔布 而且他的这个还是秀上去的 也让我有一种 不知道怎么讲 老老的感觉 就是 好像 他是一个很老的牌子 说起来也是一个很老的牌子 但是呢 袋子通常我不是那么在意 因为袋子就只是一个 细心包而已 所以他的耳机才是我会比较在意的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细节 这支耳机呢 其实 我坦白说啦 跟你所熟悉的B&O 我还要说还蛮像的 都是丹麦的耳机 这个 外边塑胶的外壳 然后搭理的LOGO 你点他还可以有一些功能 接听电话 换歌 什麽的 然后呢 下面 也一样 有蓝牙啦 有这个 就是可以 那叫什麽讲 降噪 但是 我必须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看这边 他可以插 3.5 耳机孔 所以在他电池坏掉的时候 就可以变有线了吗 其实这种耳机我会说呢 不要有这种过分的妄想 因为他其实是内建而阔啦 所以 所以我会这麽说 就是你买这种耳机 就你今天买的这个耳机 你要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呢 就是当他是一个3C 产品 他有可能呢 电池会在3年5年 可能甚至不会那麽久 因为如果你是天天通勤在用的话 那麽 很有可能在两年左右 电池就会挂掉 那 现在 这种东西的厂商 通常都是不修的 比如说像B&O 就是很好的例子 B&O 呢 在宝内的话呢 他会帮你修 可是呢 一旦过宝了 不好意思 不修了 就你你的都不修 我的都不修 我成您呢 我的都不修 所以呢 那个时候 我问呢 就是说那过宝怎麽办 他说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折价券 让你可以 就是 换购一组新的 所以我一路之下就把他拆了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支影片吗 就是在聊蓝牙喇叭裡面 有什麽 就是因为我一怒之下 就把他蓝牙喇叭拆了 但是呢 我必须说 其实像这种蓝牙的东西 这麽大的 就是比较大CAN 其实都还有旧的机会 为什麽呢 因为你可以把他拆了换电池嘛 反正你都要丢掉了 你还怕他呢 对不对 所以就 拆了换电池 那很多这种东西 其实网路上都可以买到零件 可是呢 像这个 B&O 我那次坏掉是坏什麽 坏他的主机板 他就真的没救了 就算你换了电池 他也没救 所以呢 这个耳机 他也是要13800 所以你真的说 我今天就是好不容易存钱 存了13800 然后你要买一支耳机 通常我会建议你 如果13800 你需要存的话 那麽呢 这个耳机 你得思考一下 很有可能在他过保之后 他就不能用了 那同样的道理呢 并不是说 只有这样子的耳机是如此 包括像是 之前我们有聊过像那种什麽 Kiff 的那种 那种无线的喇叭啦 或者是Dali 他自己有无线喇叭 或者是B&W 的无线喇叭 Formation 其实都存在一样的问题 就是当有一天 他过保了 而且他又好时不时地主机板坏掉了 那不好意思 这个东西就是当 消耗性那些产品 你可以拿去西宁市场碰碰运气 搞不好有师傅可以把他修好 但 通常我遇到的都是 修不好 为什麽 你只要看过他的主机板就知道 打开像电脑一样 你叫那师傅怎麽修 你今天丢一台Bumaster 的 909 那个Mk5 那一台200多万的扩大机 那一台 你丢一台那个扩大机给他 师傅还有办法修 但是呢 你今天拿的是这个蓝牙耳机 我必须说能修这样的师傅 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 以前有 曾经有 以前西门町那边 还有可以修录音机的师傅 那小小的录音机 随身听他 好小的东西 他们还能修 但现在呢 我遇过一些 问他为什麽不修了 理由很简单 你也猜得到 老花了 看不到 所以呢 这种东西渐渐地 他就不修 所以呢 你今天要跟我谈 什麽耐用 什麽我觉得都不用说 如果有那个 在介绍这个影片跟你说 这玩意多耐用多耐用 我觉得看看就好 那必定是业配 这种东西 我真的就只能说就是 你当他是一个漂亮的消耗品 一万三千八让你用三年 一年也是四千多块 平均一天只要十五块 你一天只要少喝一杯饮料就有了 蛮便宜的啊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东西 为什麽会有人拿他当装饰品 很简单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细节 他的设计是这样子 其实现在耳机越来越都这样 他的这个皮呢 通常会用小牛皮 那上面呢 包的这个地方皮呢 也一样就是小牛皮 那当然你要去跟爱马仕比 也不可能 这才多少钱 这爱马仕的钥匙圈都买不了的东西 所以 他可以做出这样的质感 就不错了啦 可以有一个 这样子 看着停北欧风的东西就不错 但是呢 搭理他有一个设计 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你看他的耳罩 是可以这样子动的 有没有 可以这样动 那这个地方可以再拉出来再缩回去 那为什麽要这样子设计呢 因为 每个人的耳朵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当你戴上去的时候 然后 这里 能不能服贴 就是非常重要 那你看他其实会动嘛 对不对 所以他动的话呢 那他就可以很好的去服贴你的耳朵 那耳机服贴耳朵 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呢 第一个 你的声音才会比较直接 尤其是如果你在 比如说 捡云场的 那你那个耳朵不服贴 第一个 你的旁边的人会听到你的音乐 你要是你在听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那就被人家听走了 第二个呢 耳机这种东西 如果他有杂音进来 其实都会影响他的声音表现 所以呢 耳朵耳机服贴是很重要 你看苹果那个AirPods Max 不是花了很大力气在搞服贴这件事情吗 所以 服贴是非常要紧的 那再第二个呢 就是这耳机呢 他其实有降噪 他降噪这个功能呢 顾名思义就是为了避免噪音袭击你的大脑嘛 那结果呢 他这个裡面弄了降噪这个反向声波的东西 让你有很好的降噪效果 结果这个耳机这也不服贴 那有什麽用 你会不会是噪音都从缝隙跑进去 所以呢 一支耳机的好坏 除了他的外形跟声音之外 我会建议你也一定要注意一下 他戴起来舒不舒服 有些耳机呢 那戴起来怎麽样就是不舒服 比如说像我太太有一支Sennheiser的耳机 很久很久以前 long long time ago 在那个一个宇宙裡 我太太呢 跟一个就是他的同学 一个男生 是一个同学啦 然后呢 他介绍他去买了一支Sennheiser的耳机 那其实Sennheiser的耳机是这样 我比如说Sennheiser的耳机呢 贵跟便宜 除了好听与否以外呢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便宜的Sennheiser耳机 戴起来大多都不舒服 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喔 Sennheiser 的这种歧视体现在方方面面 包括他的声音 包括他的做工 包括他的舒不舒服 所以呢 耳机这种东西 虽然我常讲 我不建议长时间地用耳机 因为会闪耳朵 可是呢 通常会用耳机的人都不会是一天只戴十分钟 你会为了一天只戴十分钟买一个一万多块的耳机吗 通常是不会 所以呢 戴起来舒服舒服很重要 那这个耳机呢 有机会如果你说真的要买的话 你应该要看一下你自己的耳朵 如果你的耳朵普遍就已经比别人大了 那么你千万不要去买那种小耳机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BNO 比如说这个DALI DALI 他这个叫IO6嘛 顾名思义他有一个东西叫IO4 所以呢 IO4 他是比较小耳机 对很多大耳朵的人来说呢 比如说珍宝仪啊 那他就会压到他的耳朵 会不舒服 这样的耳朵 我算大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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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手 这样子没有什么比较可言 拿这个Sennheiser 没有人知道这个 这个没有人知道 你的iPhone 这是我太太的手机 然后这样子比一下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耳朵算是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 像这样子呢 我其实戴这个耳机 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压到这个耳壳 所以 这耳朵这舒不舒服就很要紧了 那我们今天前面讲了这么多打预防针的东西 我们现在呢 就来聊聊 如果你真的要买这支耳机的话 那你 应该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 打预防针打了十分钟 那很重要啊 因为每个 我跟你讲 为什麽我这难得一聊蓝牙耳机 就花那麽多时间在谈这个东西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很好玩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跟我说 诶陈寗啊 通常都会叫宁哥 我存了一笔钱 我想要买一支耳机 那你觉得买 B&W 的 PX7 好 还是B&O 的这个现在 H9 好 我不知道为什麽现在 H9 不要问我 但现在很多小朋友问我 要不要买 H9 他已经 隆隆太过去我的耳机 但忽然间有冒出一批 那 很多小朋友会这样问我 然后我就会问啊 那 你存了这笔钱 然后你想要买这个耳机的理由是什麽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想要 他看了我的影片 想要入门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呢 他存了可能半年的钱 所以有一个一万多块可以买这个耳机 那我都会说 你要思考 就是如果呢 你存了半年才有一万多块的话 那你又是因为你想要玩音响 所以你要买耳机 那麽 你真的要买这种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吗 一万多块其实很多 你一万多块买二手的话 像以前那个铁三角的W5000 Sennheiser HD 650 或者是AKG的K701 我大概都是一万块左右就可以买得到 你知道那个一万多块耳机 在我读大学那个时候 那是旗舰 那是最贵的 梦想中的耳机 现在小朋友都好有钱 一出手 我的人生低脂耳机就是一万五 然后呢 他买 我那还有这里 也给大家一个概念 一万五的耳机其实已经很贵了 不要听那些社群那些 人在那边操短说 什麽没有买Final的耳机 那就不叫做玩耳机 不要听他们讲放屁的话 我常常讲嘛 你如果照这个概念讲了 以后我拍影片都说 没有买音哟 我的人不算是玩音响 对不对 很多人玩音响玩耳机 都是满足他的虚荣心 享受了自己买了一支十万的耳机 然后去嘲笑那些买一万块耳机的人的快感 就是猴子啊 对三个猴子 这就是耳机猴子 那我必须说 千万记得人外有天 每人外有人千万有天 你一支十万块耳机就可称为大烧 那我们这些用 你不要讲这个啦 我们随便一对喇叭就超过十万块了 不就烧中之烧 烧王 所以呢 不要陷入这种比较迷思 没有他们会笑你是欧洲车 对 我欧洲车 塑胶车 我这些 你这种塑胶喇叭 是不能理解的啦 我跟你讲 你们那些塑胶喇叭都垃圾塑胶喇叭 当我塑胶腻 好啦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我觉得 玩任何东西都不要陷入一个比较的迷思里面 尤其是耳机这个市场 比谁用的耳机比较好 比谁只听古典 比谁听的音乐比较高大上 没有这回事 我就算买一支耳机 我就是拿来听宋少卿跟冯一刚 都是很OK的 我脱台 我骂鸡 我撒谎 我诈欺 我瞎扯 我爆料 我大嘴巴 我伸喉咙 好 那我们再来讲这支耳机的声音 刚刚又不小心花了五分钟 你看 但是很劝势啦 这个耳机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其实我必须说 这支耳机我一开始听的时候 我以为他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支耳机 他强调他用的是五公分的单体 那五公分单体是 就是 这个里面这个单体 他网罩照照起来了啦 这样子 这样可以看 里面有这个单体 那 他强调这种五公分的单体 那五公分是什么概念呢 Fyne 的高音单体 就是看不到的 在那个总简里面那一颗 他是两寸高音的 就是那个概念 就是这么大 所以呢 以耳机来说呢 那这算是比较大的单体了 那我通常看到这么大的耳机单体 因为过往的经验就是 比如说 刚刚讲的B&O 的 H9 或者是AirPods Max 这样的耳机 那我就会预期说 他低频应该很多 那结果一听的时候 那没什么低频 我觉得还蛮意外的 就低频少少的 那 那个时候 他来的时候 跟搭理的喇叭来 就是之前我们拍那欧北龙1 来 刚才已经Long Long Time 够了 所以这耳 为什麽我说测东西都要测很久 就是这样子 他是跟Obelon 1 一起来了 那 那个时候听呢 我已经觉得这耳机的声音 不太好听 就没有低频的那种感觉 后来听了Obelon 1 听了Obelon 7 然后发现Obelon 7 低频也没多少 然后认真去听他 之后发现 其实这支耳机又Again 跟蓝牙喇叭一样 完美体现了搭理对声音的要求 什麽要求 高频的细节要非常丰富 而且高频的音色要好 所以呢 这支耳机就变成一支非常神奇的耳机 他在裡面呢 用了5公分的单体 就是2寸的单体 结果他的低频却 比很多 这个样子的蓝牙喇叭还要少 他把技能点呢 全部都点到更好的高频音色上去了 所以呢 这支耳机 他有什麽特色呢 就是他的低频呢 算是比较属于那种恰到好处的低频 就是有 但是没有很多 听起来像什麽 像大力的喇叭 其实他没有那麽多低频 可是他高频的细节非常丰富 很亮的耳机 所以呢 因为现在的蓝牙喇耳机 我之前有讲过 就是现在蓝牙耳机 他为了 避免他的声音这种高频音色不好 被人发现了 我猜啦 这是一个阴谋论 就是为了避免你发现他的高频音色不好 所以 现在 普遍的蓝牙耳机低频都很多 你去听B&O 去听 那个苹果的 然后去听一些 阿里布达的 低频 普遍都很多 但是 他就变成这中间的一股清流 就是 没有那麽多的低频 所以 如果说呢 你今天追求一支蓝牙耳机 然后 你不是那麽喜欢 你觉得说 现在市面上蓝牙耳机都太轰了 就太轰了 天哪不舒服 耳朵不舒服 压力太大 那麽呢 这支达里 就会是很好的选择 他承袭了达里声音的特色 就是他有非常漂亮的高频表现 但是呢 这裡我还是要再提醒大家 非常漂亮的高频表现 是 相对于蓝牙耳机而言 任何一支有线的蓝牙耳机 都可以轻易地印过他的高频 蓝牙就是这样的东西 不要在那边讨论什麽 Sony 人家支援什麽什麽 格式 我只能说Sony 的 好听的耳机 还是手推 Z1R 有线的 无线的呢 就是 看看就好 而且呢 其实像这样子的蓝牙耳机 一万多块 都可以让你买到非常好听的 有线的耳机 但是你说 我今天就是要出门带 我今天就是搭捡运要带 我今天就是散步要带 我今天就是搭飞机要带 那麽你还是买这个吧 因为他很好用 第一个他无线很方便 你很好带 而且不用带一个播放器 第二个他有降噪 对你来说会方便得多 就是这样子啦 那我们今天 就跟大家聊到这裡 你说这支蓝牙耳机我推不推 我简单说我蛮推荐的 因为呢 现在的蓝牙耳机都普遍呢 就是他的低频太多 所以其实听起来没那麽舒服 可是呢 我推荐什麽人买 我推荐你不差钱的人买 你今天呢 那我就是要存一万三千八 我都要存半年才有 我要存三个月才有 我建议你不要买这个 这个东西真的是 可以算是奢侈品 他不是人必须要 而且也不是你玩音响必须要 你要玩音响 你有一万三千八预算 我推荐你买铁三角的W5000的二手 真的 或者是Sennheiser HD 6 5-0 的二手 那个东西在我当年对我来说 是我渴望不可及的东西 可是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 好像存一下就有了 那既然你存一下就有 存个三个月半年就可以买到他 那我觉得不用考虑 买就对了 玩那个呢 才真的能够让你进入玩耳机的殿堂 这种东西 比较像是两种人 第一个 为什么他忽然跟我说再会了 这种东西比较属于两种人 第一个呢 就是 你其实不那么在乎声音表现 你也不是那么在乎你 事金钱如分土 比如说搭高铁通勤台北跟台北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brother 每天搭高铁通勤台北跟台中 那你从他每天可以搭高铁通勤 你就知道其实这一万三千八对他来说不贵 但我跟你讲 那样的人烦得很省 他的耳机都买超便宜 但是呢 你如果是那样的人这个我觉得可以买 第二个 就是像我这样反普贵真的 你今天问我说我会不会带打B5000出门 我跟你讲绝对不会 我才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出门就走走就好了 我回家再听我的音响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就真的需要一支耳机 比如说我忽然间从下个月开始 我要需要长时间通勤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这样 常常每天都要搭车 要去学校 要干嘛的 那那个时候对耳机都来说很重要 那我就会选这样的耳机 因为无限嘛 拿出来立刻就可以听了 所以我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BMW PX7 就是为了方便 就是这样 今天这个搭力的耳机 就可以来聊到这里 想买的话上层有 因为我觉得他很不错 就是贵了点 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看 Geneveel 你说的是